新聞 挖挖挖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為您介紹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冰障業者郭東修先生 第二位開刀房護士陳麗華 小姐還有一位是資深導遊林隆 還有藝人林紫薇 這個組合也是蠻奇怪的 是開刀房失敗之後 冰障業來收 然後資深導遊 帶一群遊地服 然後紫薇我就不知道要 表演節目 頭七都在表演 頭七 白定頭 過月沒生理了吧 還好 過月是不是開刀房比較 比較少嗎 對 老的比較少 年輕人沒有錢 沒差 少年沒禁止 因為年輕人都趕暑假 然後趕放假 然後要改變 然後要進學校的時候 沒有人認識我 該割的 該整的 爸爸不能給你的 讓整型課送給你 這樣子 喔 所以是來整型的啦 年輕的 那真的有 應該開刀的故意往後演嗎 有 尤其是差幾天就鬼門關了 有 真的有 而且還會跟你講說 抱歉抱歉 他沒有注意到 然後就說 可是你都排好了 他說 不行不行 神明剛指示 說一定要等30天以後 結果三天就送回來了 因為就是長主塞 怎麼可能動30天 對啊 長主塞 然後開進去還告危機 住家務病房 真的 對 真的有 所以旅遊呢 應該也是比較少吧 這一段時間齁 七月十下就是進入 正好是8月1號 7月1號 有的團很奇怪 就是那個什麼 類似說餐廳 還有飯店本身 扮演說旅行活動 這種的 這種會有 還有高科技公司 一些還有那種 創意 創意型態的公司 他們有選擇在這個時間半 餐廳七月生意比較不好 因為沒有人家庭對不對 對 比較少 但是你說沒有人家庭 今年 因為要來錄製節目之前 我有打電話給中南部 飯店餐廳 都稍微問了一下 北部這一邊 生意還不錯 他說北部的餐廳 因為分商時間 因為今年正好是百年結婚草 今年好像是結婚 使用登記一次請客 另外請客好像都流行這樣 所以說他不在7月的時候登記 是照著登記 請客在7月1號 還有就是8月6號 那一天參加很K1 情人節 對 又是情人節 對 那芷薇你錄影 錄影 我覺得在7月的時候 特別是拍鬼片 收視率會特別好 而且呢 所以就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談這個 的原因 收視率快更好 而且我每次7月都會 剛好演鬼 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特別在 平常可能有些角色是壞女人 對 可是7月份的時候就會特別演鬼 然後我也覺得 總要跟妳的好朋友見見面聊聊天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是在幫我還是怎麼樣 反正我是覺得我7月很順利 而且很多例子就是 7月的時候如果只有 電影是鬼片 那個票房也會很好 所以很奇怪 不知道到底是誰在看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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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是有一個朋友這樣跟我講 他說 7月份 在那邊 不要默默默 讓妳的朋友不知道的情況下 拍朋友的肩膀 他說 不然就讓他怕到這個事情 在7月份最好不要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不要在 平在拚 不要平在拚 我說為什麼 他說 他說 整人都從拚這樣振來振去 不然 整人就躺在拚裡面 如果平在拚很容易被它吸走 再來是 這是妳說的 要去 旅館的房間 上廁所幹嘛 他說連公共廁所要記得 公共廁所你也要 跟他打個招呼說 我要進來囉 這樣叩叩叩 我要進來囉 他說 但是妳如果真的說 撞不住就不用打招呼了 我剛剛想說 一般人有禁忌 像我們 人家就提醒我們有禁忌 他說 上廁所 他說 那個鬼都會躲在陰的地方 他說 你進去沒有讓他通知 你不曉得他在幹嘛 他們兩個男女在 坐到一半 被你臨到整個烏龜頭了 他怎麼可能放你 所以你把他敲個門說 我要進來了 他們就知道了 至少他說你有尊重我嘛 對不對 他就不會那個 所以 其實各行各業都有禁忌 這是我們一般人的禁忌 要去人家 跟房間要敲個門 公共廁所要敲個門 這個月份有必要這樣過日子嗎 真的喔 真的喔 我朋友是真的有遇到嗎 我朋友是真的有遇到啊 可是 怎麼遇到 他就是去上廁所 沒有跟他講 然後這件事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 就是說 他進去上廁所 他沒講 進去是哪裡 他去夜遊 然後就是什麼不去 他們就故意要選 那個晚上 然後又要過十一點以後 那是最陰的時候 然後就故意去上廁所 你說 山上的公共廁所 對 山上的廁所 然後他去的時候 真的就是沒有 然後就是 像你說的 動不住 然後就趕快衝進去 三天 總的那個 他的那個 解放的地方 像我的手臂這麼粗 真的啊 然後他那個地方 他說 解放的地方 像手臂那麼粗 想了學會的地方 對 然後他們就說 你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就在講說 你是不是 要進去前 你有說出來 我們就說要夜遊 來看鬼啊 就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 就是車拿起來 趕快去幫忙 然後他沒有先講 嗯 然後他在解的時候 也一副就是 又吹口哨 這都是大禁忌 對 這都是大禁忌 那像剛剛我們講說 靠牆壁的話 這個我有去研究 就是說 墨道 各位不曉得聽不聽得懂 墨道 就是我們在做牆壁啊 為什麼不能靠牆壁 可是家裡沒關係 家裡因為這個墨道 是有土木神 有神 牆壁才能做起來 他那個都有神 加持過 所以家裡的牆壁是ok 那外面的如果他不是經過 真正的土木工 他用墨道去 直接這樣砌上來的 那個就會比較陰涼 所以鬼才會穿牆 所以有的鬼 不是每一條牆都穿得過 你只是用墨道做的 他就沒辦法 因為我的朋友 你講講我最會笑的 他說 其實你們有看 剛才鬼喜歡躲在陰的地方 你們的 你們這個行業有什麼建議 到鬼夜的時候 我都跟我們那些導遊朋友講說 鬼夜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再講鬼故事 尤其是在遊覽車上 然後呢 如果是我們帶到是那種 前車後 就是小女生 哇 真的我好恐怖喔 到房間門講鬼故事 齁 尤其你如果出國那些 泰國那些導遊 就更喜歡講鬼故事 因為女生沒膽 就會躲在他房間 這有一種情形 就是說 你講鬼故事 我們喜歡聽 好兄弟也喜歡聽 而且你又在講他 譬如說 鄭鳳姨 你知道他怎樣嗎 我現在在講你 你知道我在講你是不是很好奇 來聽 想聽喔 開玩笑 所以說我們在講好兄弟 他們會繼續過來 在說什麼事 你現在車子在高速公路上跑 或是在三次天水之林的地方 在那台那邊 沿路走 結果整台車都很多好兄弟 來跟你聽你說故事 你說安全嗎 所以說最好不要再講那個 還有就是有一些人 會疑心生暗鬼 如果不是鬼夜 那個女生在的時候 你很想講鬼故事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因為人家說 怕到 剛才整個都不怕黑黑 我們是看過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怕黑 所以我現在都不去講 因為 不看過 唉唷 那是小時候 小時候 小時候你就沒記住了 人家每天要修就沒看 你看得到 這樣就有關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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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人 天生就是 他的體質 可能巴之比較輕 或是熟 你現在說鬼故事後 他會疑心生暗鬼 聽一個聲 看一個眼睛 聽一個聲 不然就說風一吹 有鬼了 要自我暗示 就是宜蘭不是有稻草人 說創作藝術 讓大家走一下 只好拆掉 對 稻草人 我們就常常那種 像那些人出去 晚上生蝶仙 生蝶仙 生蝶仙 生蝶之後 整個都做一次在那裡 啼啼 就一個小女生 說話變男生的聲音 然後呢 這個 好人 壓在床上 忽然間坐上來 坐上來 不然你也出一個 腳就出一個 不是好像後面有人推腦 就直接就起來這樣子 那個故事 我們都生氣 就是說 你如果說這個 會引起他的疑心生暗鬼 另外一種 就是 就像腳手機 比如說我靠這個信號 不是你的信號 你其實接收不到 但你的體質 正好這個靈異 它是通的 你就接收到了 我們接收不到 所以說 我都盡量別說 因為發生什麼事情 都是你導遊抓住在處理 處理得不容易 你都不知道 有時候 知道幾個很恐怖的鬼故事 是有用 對 我那個打高爾夫球 我都有稍微抓一下 一種吃200塊 結果他要爬之前 我都跟他說幾個故事 有什麼 他爬不爬 他爬三球 那天 整個故事 我幾個頭 你知道嗎 可以一下 開人 開人 有笑 耍這一招 醫生心安歸了 來先休息一下 真的有笑 那個朋友 你跟他講鬼故事 他就心神不寧 可是我們也相信 也相信 對啊 像我自己帶我 你看 像你們是在病衣服 我看你們病衣 過月還是中元節也會拜 拜 而且我們以前拜一天 就是每個各個院區自己拜 然後只拜一天 我們現在頭月都拜 拜 更加工夫 更加工夫 而且以前在拜 還只是說 拜個東西這樣子而已 然後 就是阿伯一就買這麼多 大家都來拜 有來就來 不然現在 從院長 然後到所有的 人下去的全部集合 拜幾百 而且最近這幾年 更加工夫 還請一人念素文 這念素文 這多人比較有 就是說 拜拜的時候 他要唸一個紀文 就是說 什麼什麼天 然後 這個黨委大哥就知道 一定要唸完 然後唸完之後 然後代表什麼什麼 然後什麼人 你叫餐跟服務 對對對 康康 康康 康康你的意思很高興 那為什麼要比以前還要 對 因為這個其實我覺得兩種意義 安心嘛 一個是入境隨俗 二就是說病人能夠安心 然後醫院也安心 這是應該我感覺是互相 就像我以前也沒在拜 現在也拜到 對 有都可以到拜 你說餐廳生理不好 可是各行各業 不見得七月生意都不好 有得很好 有得很好 來 你看 這是中原普渡 對 這個拍的是哪裡 我不知道 可能是 這應該是我們雞人 這是我們雞人 可是我跟你講 台灣虎尾的中原普渡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也是辦非常大廠的 那個動員起來真的是很恐怖的 已經變成是它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民俗祭典 那樣子的 有喔 那個真的很大 虎尾 那有夠大 真的很大 而且都是四五個請了很多人去表演 然後那一天呢 特別客運車還沒有辦法開進去 只能停在最外面 你如果鐵路一天去後尾 沒辦法 這是恆春 對 後來出來就說什麼 槍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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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這個人吃飯好像在槍菇 對 這個槍菇 本來是從陳定然的時代才把它發揚起來 本來是台灣本來就有 有了 你有一張槍菇 台灣本來就有 後來日本時代被禁止了 因為在馬街牧師的手納裡面有記載 就是說 在那裡 那就是 7月的時候會駕菇棚 然後呢 那個招風起 術起來之後 就是 路館 術方面的那個 那個 那幾個都可以來 然後 然後法師就在那個 高坦上面開始做做法 以一化十以十 化百以十 一百化千 然後面頂的糖果 餅乾 馬桑 放下去 下面很多人來唱 來唱那些東西 我唱好之後 我要帶了 帶不帶 因為那個流民 流民 你知道嗎?不是流氓 流民 這次爆開了 爆開了 衝過來衝過來 結果很多都被踩死掉 所以日本時代就被禁止了 禁止了之後 就一直這樣子 大家都忘記了這個事情 一直到陳定然 再投塵 這唱唱歌也是意思一樣嗎? 都一樣 但是最不一樣 都一樣 所以說 我們一些座會的人說 其實 法會還沒有結束 你千萬不要去搶 因為 那等一下 不是要等到你扔一下 是要等到鳳兄弟的 結果鳳兄弟就拿了 你先唱去 不要 跟你走了 還有 怕 還有就是 有人說 我常常可以拿 有人說 掉到地下再剪 有人說 在空中你千萬不要 掉到地下再剪 也不要 對 法會結束之後再剪 但是那時候又被剪完了 但是 長輩說 不要去剪 除非你真的要等法會結束 你再去剪 千萬不要去剪 所以說 在那裡唱到那裡 人家說這個人吃飯好像在唱歌 就是 我們有一些朋友吃飯的時候 現在 雞子兩隻腿而已 先來 不然菜櫃在冰台冰去 所以又吃飯好像唱歌 就是這樣 這燒王船也是七月的嗎? 這也是 但是沒有 燒王船應該是在 三月一次 在東港 西港 還是在屏東 像那個 我們都只記得八月八號水災 東龍宮 對 東龍宮 他們其實是五月五號的生日 燒王船 這應該是放水點到燒王船 都是在海邊 這是在 雷林巴多次 對 八道啊 汪海鄉 很盛大 我們要交通管制 三點就管制了 而且全基隆市每個都知道 三點以後進不了市區 台灣現在慢慢已經在 應酿 一個氣候 什麼呢? 全世界唯一的 國際鬼節 基隆已經開始包裝成國際鬼節 對 台灣在這段時間 像 台灣的鬼已經有夠多 還要邀請國際的鬼來 有有 不過我們就有鬼賺錢 對 你看 我告訴你 你看 連那個大廟都要配合 這是奉天宮的 這個是 當事長 奉天宮封古 封中古 就是說 拜媽祖 已經是從家庭到現在 然後 以前還沒分出來的時候 朝廷說的時候 還沒分出來的時候 他們一直就是有這種習俗 就是 媽祖姬是說 因為 那個 每一個月 最後一天 都會敲鐘 起伏嘛 但是鬼夜時間 鬼夜的時候 敲了三個鐘之後 他就把它封 鐘鼓樓 都封起來了 他很慎重 連那個鐵子怕 不小心去摸到 結果發出聲音 因為這樣會驚嚇到 這個我們要普度的 這一些好兄弟 這個董事長 為了這個廟 真的是出錢出力 你白日喔 白日 對啊 人命廣告 他平常就是吃一點饅頭 這樣子而已 然後很多錢都捐給廟裡面 是喔 你看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這段時間 你剛剛說可以賺到什麼樣的錢 我們全民都可以賺這時候的錢 怎麼說呢 就是你看 啊 大家都演鬼 不行 不行 你聽我講 對不對 你不用啦 你本來就是鬼鬼 你都不用賺 你都不用賺 我們剛剛都是台灣賺錢 所以都不怕鬼 我們這段期間 基隆 基隆 就是那個 榜水町這個外島 跟那個 類似營友會 然後呢 新竹 新竹城隍廟 新竹城隍廟 是那個 烘家鎖 那個家 就是喔 你帶了一個子座的 那個 那個叫做家 就是說 新竹是 是獨城隍 獨城隍 他的 他的 祂公 就是祂的祕書 我們稱之為祕書 然後 固定七月一合一兩時間 如果說你平常 覺得有做錯什麼事情 或是說有答應人家什麼事情 沒做 或是跟神明有許了什麼 但是你卻沒有完成 那你要贖罪 你就這樣 帶著那個家屬 跟著他遊行 遊行到一個地方之後 一起火化掉 這一次也是百多人 然後 那個 現在新竹鳳天公的 是這個 鳳中骨 還有那個 家居 民國鄉 報到那裡 千人拿火把 千人拿火把 他繞進 然後 就是擺了鬼魂 驅走 頂路他們是七走鬼魂 人家是 要補路鬼魂 他們是七走鬼魂 鄉村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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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的祖康 都在同一天 如果 觀光客來的時候 只能擇其衣 現在這個鬼夜的時候 一個月裡面 都有在辦 然後 剛才我們還漏掉 那個 新竹 他就是 藝明也 藝明也 曬豬公 這個活動幾乎 都是七月 都是七月 這個如果 慢慢把它包裝 全世界官網人口 這段時間 全世界唯一有這種 國際過節 就是台灣有而已 花樣出來,有錢賺,你剛剛講的重點 問一下紫薇,你們這個行業 我們演藝圈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禁忌 你們演鬼的有特別禁忌嗎?在7月 有,就是因為... 有禁忌還演鬼 就是其實我在演鬼的時候 我都會心裡跟他講說 我是演鬼喔,我不是你朋友,你不要搞錯 你只是演的 對,因為很多人看到我 請問你要跟誰講 沒有,心裡,心裡要講 因為常常我們演鬼都是半夜 然後都還要有時候放煙什麼 那種氣氛是真的很陰森 就很像真的到了另外一個空間 那很多人,因為很多老師跟我講說 我每次演鬼都演得很像他們那邊的人 所以他們都一直把我當朋友 然後在我後面每次都是跟著一連串 像我去一些慈惠堂什麼 他說,你怎麼每次來都帶這麼多人來 就是他們都會以為,誤以為 對,可是尤其是 這麼多人來嗎 就好幾個這樣子 再帶這麼多人來 而且都是 都是跟 飄飄人 一趕十四人 看著一些飄朋友 對,而且都是跟我很像的類型 就是很像的類型的人 然後我都會心裡告訴他說 我真的是在演你 就特別要特別聲明 那所以你以為我討論你 像你們醫院有沒有禁忌 有啊 像我們就是會 比如說 不管是 應該先說從活的人進來一樣 我們就是都是一樣嘛 工作態度其實是差不了多少 可是如果是像移植 因為早期我們那個地方還有移植 那現在比較少 而且還有這幾年都推動活體的 所以就沒有那個牆壁的 那我們以前都是牆壁來就知道那個房間就是 就是捐贈的房間 那最後就是要幫做大體 那我們早期的時候也傻傻 你知道也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把它弄一弄 包一包 然後就打電話 太平街可以來收了 就這樣子 可是後來我們就會發現就是 常常 這件事隔天之後 就是譬如說器械會不見 東西會不見 要不然就是本來沒怎樣 就突然就是什麼燈壞了怎麼樣 然後我們想說 其實也沒有想到那麼懸啊 都沒有想那麼多 可是後來就是 就是有去上一些課的時候 那些禮儀課的時候 他們就講說 你要對他們有尊敬 你們就會比較平安 後來就會開始放那個 那個什麼 難怪喔 難怪現在裡面的 那個安靜病的服務那麼好 對 我們現在都會放這些東西 對 因為以前都不會 以前他們只有往生者往生 然後就電話就來 對 那單位在那裡 嘿嘿嘿 在那一床 你是要來接誰喔 在那一床 那現在不是喔 現在不是去等他們之後 家屬你放心 醫院那個護理站呢 你就先把衣服準備好 然後放在家屋房 家屋房那個 給護士小姐 他會做最後的安寧療護 他會把你沐浴 他會把你 你還幫他們穿衣服 對啊 沒有我們會問 會問說 那請問家屬是要我們幫他穿 還是有那個太平間 還是您要穿 三位 我們有三種人 那有那種 家屬穿穿不上去 你們穿穿的上去的嗎 可以 他們都可以穿的 沒有 其實我們 有沒有拒絕家屬幫他穿的 好像都 家屬拒絕穿的有 但是我們穿不上去的 目前是沒有 但是上次是遇過一個就是 我們幫他穿的時候 因為他是捐贈 那一次那個是 我們之前就有聽說 因為他本來是 兩個月前就要捐 後來又說 有 有 猶豫 對 然後又隔了兩個月才又捐的 然後來的時候都弄好了之後 我們都幫他做完了 可是那時候我們也是都沒有 像講的就是這樣穿穿的 這樣一搬過去的時候 所有的骨頭全部掉 我們以前不會掉哦 什麼是全部的骨頭 就是 他骨頭捐出來啦 他大骨長骨都可以捐嘛 我們那個都可以救助其他需要的病患 那我們是用那個木棍有沒有 代替在裡面 可是我們以前 怎麼裝都是好好的 這樣搬過來都是好的 那個病人就是搬完之後 整個都掉了 然後後來我們趕快再推回來 我們就趕快打給資本阿長 阿長就說 你是不是沒念 我們就趕快給他念一下 那個請你好走 感謝你的捐贈 將會有三十幾位病患 因為你怎麼樣 就是從頭要念那個SOP 念一遍 然後就說一路好走 那我們現在是 醫護人員幫你轉過來這邊 那待會兒會有 有我們的 李醫師來幫你 你怎麼樣怎麼樣 欸 就這樣搬過來跟剛剛一樣啊 就好了 就搬過去就好了 然後送到那個門 也不會去撞到 也不會卡到 就是很順 嗯 這有點邪門 對 我們阿嬤過身啦 要穿衣 還是沒辦法穿啊 我們姊姊在那邊說阿嬤 對 變軟 變軟 可以穿啊 這有點邪門 沒有 其實也不是說邪門 等一下好通關 邪秀就軟了啦 對啦 沒有 其實那是因為 濕疆跟濕斑的問題 對啦 其實在我們醫學 是可以解釋這個道理 不是說 我們現在都懂人性化 包括安寧什麼 我們都會 像以前換 手的時候沒有人來念香嗎 7月時還是比較是 這次目前的稍息是比較不適合 因為大家因為天氣 只有白包來而已 對天氣的 然後我們台灣的習俗經濟又特別多 所以說7月告別式的話 人就人數會累減 就會減很多 可是說 我這幾年在做冰場夜 然後從十幾年前到現在 以前是這個時間 不會看到我們在這邊錄影 我已經出國去了 我們7月錄上 出頭了 都用出頭了 可是現在呢 就是說前五年到現在開始 就慢慢說 每個月幾乎 你像從今天到10號 你第二扁議館禮堂 全部都是滿的 全部都滿喔 可是每天都是有人告別式 每天都是告別式 以前沒有現在就有了 對啊 是說現在他人 以前都冰起來 對 以前都是冰起來 冰很久 冰到差不多8月 過後才開始 現在不算平均 對 那我現在是很平均 對 今天 平均 這個是平均 以前我們 我們 我們藏一色的大業就是 6月 8月 11月 和2月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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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月很不容易 都冰 七個月 四個月 都冰八個月 還要冰八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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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沒有人出的就是二個月 要開始冰 所以我們這四個月最不容易 還要冰八個月 現在漸漸一直冰八個月 尤其是七個月 還有我們社團也有很多 這是自由實話 我應該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人是兇手 因為他戴安全帽 所以他特別找了他的一張照片 這個人其實長這個樣 這個人剛出獄不久 因為他都做那個簽名人事件 他以前恐嚇過那個什麼 統一集團 後來又去恐嚇什麼衛權集團 就是那一個人 對 但簽名人很多個 他是其中之一 關於出來之後 他可能生活不好過 我講實在話 不好找工作 因為他是被關過嘛 有錢科嘛 人也撈了嘛 有一腳不方便 因為他有那個什麼 車好長過腳 所以他的左腳比較沒力 大部分用右腳支撐 結果呢 有一個人 八十歲的婦人 那個人是好心 因為那個人 專門分配那個什麼 臨時工 你知道嗎 台北教堂不是會臨時工嗎 派工的 這樣 他呢 他就去那裡 說他要派工 這樣啊 老太太也幫忙喔 幫忙算 不然他派就說 他有賺一點錢 好像一兩千塊 結果他就說 他沒有錢 他沒有 他可以給他三千塊嗎 那老太太太也救他 很好啊 不然就他 不然就他 他說他沒有地方好大 老太太他 對面有一間廢棄的廚 他也去給他 拜託說是不可以給他 也好大 但是好大一陣後 老太太有一天 想說 你欠我三千塊都不行 就跟 小小念 鬧結鬧結 結果這個撞不掉 你知道嗎 撞到他台 把他熱死 熱死 熱死 這個老太太 做頭七的時候 這個兇手 他的腳腳 剛剛講不是他左腳 不太能動嗎 就靠右腳嗎 他說 右腳啊 齊癢無比 癢到什麼地步呢 癢到抓破皮 咦 飲食沒帶沒錢喔 咦 要到抓破皮 走路 又沒辦法走 這樣 結果他就認為說 欸 是不是 老太太 頭七 這樣 他說 胸口 胸口 簡直沒有辦法喘氣 他就認為老太太 來報仇了 這樣 結果 你知道他 把他擋不住 他自己去派出所 自首 所以 老太太死的時候 沒差出說是什麼人的 沒查出來 結果老太太自首 有啦!他如果去查查這個人 懷疑他是嫌犯 但是他也沒有承認 結果他去自首以後 他說叫警察把他上手銬 因為他說他撞不住了 胸口悶痛 然後頭暈、腳痠 結果把他上手銬以後 他說很奇怪 頭髮不會弄 腳髮不會痠 人髮輕鬆起來 竟然有這種事情 但是我有一個是發生在 在那個南投 他是有一個女的 因為是發生在三四十年前 很久了 那這個女的呢 他喜歡到外面的男孩子 喜歡外面的那個 就偷客家就對了 結果他回去後 看到他老公就越看越討厭 然後不小心又有了外面那個人的孩子 結果有一天喔 他老公回到家 他外遇就對了 那個女生偷客家 結果他老公回到家 然後就跟他念了一下 然後他就 一氣之下就把他老公打死了 結果他跟他老公有生了一個兒子 是殘障 智障 智障 然後就是很傻很傻的 然後他就叫他兒子說 把他老爸的屍體處理啊 處理這樣子 結果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本來是有種那個芭樂園嘛 嗯 結果芭樂園都沒有人買 然後那個村莊人家說 假念了芭樂園有落賽啊 就不跟他買 然後這個自盪兒子啊 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有一天就被朋友拖去 拖去那個賭博 結果賭 就沒有錢啊 他就說 把你媽媽的腳踏車拿來當掉啊 就有錢了嘛 然後就把他媽媽的腳踏車拿去當掉 然後當掉之後 他媽媽就 奇怪怎麼腳踏車不見了 就問他兒子 他兒子說說 沒有沒有 然後他就說 你這死小孩 你一定要把我腳踏車 拿去賭博當掉了 好沒關係 我帶你去警察局報案 結果到警察局的時候 那時候是農曆七月了 已經過了好幾個月 剛好是農曆七月 然後那警察就說 你到底有沒有通你媽媽的腳踏車 嗯 他智障兒子說 噴嚇耶 腳踏車有什麼 他把我害死 覺得不用背名 難道不用賠命嗎 變成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變成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然後他媽媽就說 你在亂說什麼 他說 我沒有亂說 你搭檔來 那個孩子又是十千 你自己知道 然後他就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他媽媽 很早以前就 把他爸爸打死了嘛 對不對 那本來是放在家裡的水缸旁邊 結果怕有味道 鄰居來會知道 最後是埋在那個芭樂園 所以大家都吃到芭樂會有問題 鬧散 對但是就是也很神奇 就是說 好像是在農曆七月 他的智障兒子被他爸爸附身 不然不可能一個智障會講這種話 變成喔 對 連著他表情也不一樣 破案 那時候新聞也是很大 可是智障的小孩 忽然之間會講話那麼認真也很少見 對啊 就說我拿腳踏車去重 如果有罪你跟我台詩 這樣要怎麼背名 然後還說你搭檔來的孩子是十千 唉唷 剛剛那個新聞 很多都是投棄的時候在破案 很多 很多案件 我最記得很多案件是投棄破案 不然就是投棄找到人 唉 就是很奇怪 我說之前我上過節目 我投了很多這個節目 我就說 我一直在印象中 我辦的那麼多 刑案也好啦 然後失蹤人口也好啦 都是投棄那一天 然後不然自然被找到 不然就是自動破案 那有投棄的病人 病人往生投棄回來 比較少啦 我們可能不會遇到啦 都回家 不會 但是就是要回去的時候 如果七月份 都很難回去 不然就是回去又回來 然後不然就是看到家屬 就是譬如說 像我們就是他已經知道快要走了 有些家屬就說 我們回家比較拔管 那我曾經有 因為我那時候 比較年輕的時候 當那個水車嘛 我就跟著他唉 跟到他家這邊一直擠擠擠擠 到最後齁 病人突然就咳了一下 好了 然後我們就說 那現在怎麼辦 又醒了 只好把他送回醫院 怎麼樣 因為他就沒辦法拔管 因為你拔了 表示說他要讓他走 可是拔了 不走啊 所以又回去病人 然後又重新住家屋病房 然後第二天他們燒賣來 跟他講兩句話 我們突然間就走了 欸好怪 那兩句話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是在家屋病房 等一下好 先休息 對啊 拔了還不走 對啊 不走他很困 不走他就送回去啊 我們還有那個 就等家屬來 怎麼痛 其實紫薇你剛剛講那個事情 對 就是他那個 智障的兒子 被爸爸護身這個事 因為我想有一些觀眾朋友 也在看電視 因為有一個觀眾朋友 他跟我講說 我們講的 多數的鬼故事 他都認為是真的 因為他們家就發生過 那我把他轉述他的故事 我搞不好想 他應該會再看 他是這樣講 他是說 他們家 他的弟弟 已經結婚了 因為他有弟媳 那弟媳是一個很 很溫順的人 很賢慧 個性也很柔和 可是呢 他說弟媳 有好幾次 他們都覺得不對勁 那個弟媳就是 本來是 很溫和的人 忽然之間 就是怒目凶光 這樣 然後呢 這個講話的聲音全部變了 變另外一個人 但是還是女生的聲音 這樣 沒來沒錢嗎 沒來沒錢 沒有來沒錢 不是一邊 幾六邊 可是呢 他變聲音的時候 講話呢 又不是這個弟媳的意思 他講的是 說這個女生要嫁給他弟弟 給他弟弟已經娶了啊 而且他已經 這個弟媳已經是他的太太 他幹嘛還要再嫁他 所以呢 他們就覺得說 一定是去用父親 這樣 那父親這件事 你也不能這樣自己判斷 他就去問神 神說 還是去用父親 父親的這個女生 是好幾代以前的一個女生 但是那個女生跟他的弟弟 過去是什麼樣的關係 不知道 不知道 那 那 這個女生要他娶嘛 那他們就說 那應該怎麼娶他 啊條件是什麼 他有開條件喔 他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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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排位要拜他 要 要 這個 就是 適度的嫁妝啊 要什麼 那什麼 那什麼 台風機啊 什麼 電瓶箱啊 機器啊 這個 必備的 這個簡單 這個用燒的就可以了 要有婚禮 真式的冥婚 要有婚禮 這種在我們台東就有真人 真式就有 他是真的娶他 真的喔 娶了就好嗎 你不知道的名 很了不起 娶得好了嗎 娶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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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她就變成 而且它 這個 這個第十年就從來沒有再發生過 娶努凶光的事情 娶貓凶光 娶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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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也是被一個女生糾纏 那即使是可能是要求要跟他冥婚還是怎樣 我不曉得 但他沒有講得很清楚 他說那個男生被他糾纏以後 結果沒有多久的時間都受到變皮包裹 這樣 那問到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就是說 第一個他變食慾變不好 第二個很想念那個女生 可是那女生是沒有的東西啊 他說奇怪 晚上就會跑進來 做夢的時候就跑進來 跟他談戀愛 不只談戀愛你知道齁 過程 該有的都有 就像你 你不曉得他的故事吧 他說等一下你就往前看 然後就不能回頭喔 如果你一回頭他可能會跟著你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覺得很倒楣這樣 那天晚上開始 那天晚上開始 我只要喔 我只要可能想劉德華啊 想郭富城 我晚上就可以跟他們做那種事 蛤 蛤 對 是喔 你是遇到春鬼 不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呢 我都不敢講 然後 誰來跟你做 你有沒有想到陳高少 誰來跟你做 這個我剛剛想過 劉德華 不是 結局讓我覺得很霹靂 夢嗎還是 夢 可是問題是很真 而且因為我一直不斷的 就是 真的你是想誰 他就會出現喔 真到你睡醒會 真霹靂進家就對了 睡醒你會覺得好像有 曾經經過這樣的一件事 後來呢 這夢想是很美妙的快 沒有 沒有行啊 可是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呢 本來的情節不太好 聽到這段 這樣好 真實都來 你看看 你今天眼睛要想什麼 想說一下 想說一下 後來呢 是我們玫瑰童年有一個化妝師 他看得到 然後他說 你最近有沒有怪怪的 我說我告訴你 我最近做了什麼夢 什麼夢 他說其實那個 那個你做那個 夢裡面的男的 他長得非常的醜 而且那個人是舉槍自盡的 原來就是那個 當初對我一見 你舉槍自盡的男的 跟著我 然後他知道我心裡想什麼 就變那個 其實我一直是跟他 那你心裡為什麼老實想到那個 我沒有想 沒有我沒有想 可是會明明當中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對 一起作弄我 因為如果他夢 沒有去夢到內檔的事的話 他也沒辦法趁虛而入 可是 我跟你講可是很奇怪 他每天都會夢到那個事 沒有 就是那一對被我打擾的那一對 做愛的跟他一起 就是一直作弄我 結果最後是舉槍自殺 對那個男的 而且他長得非常的醜 他說你不要高興得太早 你知道嗎 你如果再慢的話 你可能就是會 就是整個黑眼圈什麼 運勢會非常的長 就是說他 他會角色扮演 那陣子你有比較累嗎 那陣子 我以為我拍戲很累 然後可是他們常常忘詞這樣子 那你有很期待 每天趕快睡覺嗎 沒有沒有 可是就是很莫名其妙 就是睡前 因為我看著電視睡覺 可能看一看 最後是看到是誰 就很容易就跟那個人 我覺得他好戲喔 他講這種 很多人是看娃娃 睡覺 但是他算幸運 他並沒有受到像皮包骨 因為他說那個男生 被跟那個女生 可能也是 其他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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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慾過度 然後又讓他沒有心思工作 又沒有辦法正常的三餐飲食 所以受到剩皮包骨 後來也是問心 開始處理這個事情 後來慢慢的那個人 元氣才恢復 他說這個事情如果沒有處理好 其實男生在強壯都會走 他整個氧氣 整個氧氣 都痠氣 我先問一下那個莉華 你那個學妹 靈異體質的學妹怎樣 我那個學妹其實他是來實習的時候 然後呢 他來也都沒什麼異常 那我們都是正常這樣上班 學妹這個東西怎麼弄怎麼弄 就正常這樣教他 那也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大概來了好幾天之後 他就跟他的 就是輔導他的學姐講 他就說啊學姐你可能這幾天稍微 呃帶一點東西或什麼 那那我 其實就要帶一點東西 就是帶一點保身的東西這樣子 啊我們就說為什麼 他說其實 欸這裡面有兩 三大兩小 三大兩小是 四大小 對就是有大有小 然後目前看起來就是只有兩個人 身上沒有帶平安服的 跟在他們後面 其他你們好像都有帶的人啊 他都不管是基督徒什麼圖 就是你有帶法器 就是有護身平安的 我覺得都離你們比較遠 那有兩個人跟著 可是也很奇怪 這幾個人好像也不會說 離開我們的開刀房 就是在那裡 那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怎麼看得到 還好啦看起來 他的表情就這樣 還好啦 因為他也沒有很兇神惡煞 他應該也不是說冤啊 或怎樣 應該看起來是感覺只是 還沒有走 或者是還沒有操 都還怎樣 可是因為我還沒有到那麼厲害 可以跟他通靈 只是看得到他的魂 而且他的 我可以辨別他是好還是不好 那他看起來是還善良 所以你們還OK 不過就是因為你們家裡有小孩啊 所以還是帶點平安符 然後我們就說 誰 誰在後面 然後也就說 啊學姊不要想那麼多啦 沒關係 看起來是還OK 然後我們說 那那那那你上班 我不會說 OK啦 因為從小看到現在 也習慣了 然後後來他就在我們的 也是在醫院工作 那有 我知道開刀都是 像比如說我有手肘 他每次握我 說你可不可以拿下來 我說可以啊 你借我一個狼頭 他說幹嘛 我說敲碎 他說那不用 就幫我黏起來 幾乎都是這樣 然後呢 我知道是開刀的病人 全身都要把那個 有的沒的都要拿掉 也不能堅持不准 你動他的平安符的 其實這個又回到講 以前的醫療就是 我們剛剛講嘛 以前跟現在真的差很多 這十年來真的改變很大 我們現在喔 你帶什麼都沒關係 但是就是 你要帶什麼 平安符啦 御用 我們上次還有一個帶一串 拿一包進來 裡面有佛珠 還有西藏的 還有馬拉的 哪媽啦 不是馬拉 哪媽 什麼都有 然後這一幫 然後就帶著 然後就叫你說 要綁在他肚子裡 那不是說那個束褲帶嗎 那他就給你縮 你是要開柱子的 對 我就跟他說 先生 你要開柱子 出火 你摸在那裡 我現在是要隔空開嗎 他說不行 所有的脹氣把氣都在這裡 你一定要對這裡 這樣開過 不行 而且他用塑膠帶包好了 他說不會碰到火 我們說不行啊 真的沒辦法 一直講 講到後來 我們就講了很久 最後是請他的阿嬤 然後又請師父 來給他開導 說放旁邊 後來我們就是把他移到旁邊 然後他睡著自己 以前真的還是給他放旁邊 要是以前不行 以前我們就要求 一定要全身進空 因為上次就講過 就是有人進來 跟你要什麼 地氣 要房氣 還要什麼現金多少 還有上次一個 來要一刻拉的鑽戒 就是都跟你講 所以我們就是會規定 為了要避免這個糾紛 都不完 他說他有打手指 開完都沒了 來給他打 對啊 我們就明明說 進來一定是進空 哪有可憐 他就說一定有 如果有這麼好灰 你就說我 就在時刻拉進來 結果現在沒了 對 奇奇怪怪咬 叫你不能說話 有啊 我們這個不能講出他什麼教 待會兒私下再講 反正就是某個宗教 他們是說 當你到達講師 就是說你的修行到很高的時候 開刀是不能講話 他任何的病痛 你也不可以跟他說 玲瓏你這邊受傷了 他受傷你 明明看他流血你也不能講 因為當好了以後 他這個記憶 會在他在修行的時候 會呈現出來 然後會從這裡 沒有傷口會自己流血出來 那個 反正那個病人是這樣講就對了 所以他就在前一天 我們要做那個麻醉前訪事 還有前一天要幫他 就是討論說你明天開刀怎麼弄的時候 他來兩個就這樣要求 然後他的家屬跟他 就跟我們簽一個單 就是說你們全程都不能講 只有一個時候 就是剛要麻醉之前叫我的名字 之後就不可以有任何聲音 因為這樣會影響到他 刀只給我 你也只給我 我們是ok 因為我們的訓練是這樣就是 這樣就是夾子 這樣就是刀 其實我們本身就有開刀的術語 這樣就是縫 這樣就是剪刀 所以我們其實有 對對對 這樣是剪刀 這不是粉 那不是粉 那不是粉 這是刀 像我們如果醫生這樣比剪刀 然後我們就知道 他是醫生手指 這樣子就是那個 那個 紫血錢 紫血錢 那如果是這樣子 就是要縫 對 如果這樣比這樣的話 刀是比這樣 因為我們刀是這樣給 他是這樣子 對 如果他的手啊 是比這樣 手朝下都沒有任何動作 就是要綁線 就是這個夾子夾一條線 然後綁過來 我們早期開刀是不能講話 所以護士跟醫生要配合得 對對對 很有默契 你不覺得這是頭手跟捕手手嗎 對對對 就是類似這種案 是可以不講話的 是可以 可是 可是不用問一下說 心跳現在多少嗎 都不能講 那一台刀三個小時都沒講話 不可能啦 我上次去開刀 我在那邊 不不不 我現在講是針對那個病人 有那個客人專門的要求 對他是在要求 我們真的三小時憋完你知道嗎 配合 送到恢復式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全部都這樣 噢 因為他說你如果講了 到時候他好了 他在練修行的時候 這裡會自動什麼 又是流血又會疼痛 配合啦 配合 這是那一個 他是那個宗教的問題 好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 七月的時候呢 也許有些人平常習慣誦經 也要挑對金文送對不對 對 有的是給人的 有的是給貴的 那都不一樣對不對 對 那你七月有遇過什麼特別的事情嗎 其實我在七月的時候 曾經出過一個靈異外景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為那個家人打來說 農曆七月的時候 他女兒好像就是 行為舉止更奇怪 然後一直說家裡有鬼 請老師去他們家裡看這樣子 結果我們一去到現場的時候 因為我們先到 然後老師會慢一點到 可是他們的兩姐妹在門口 靠著家門口 是這樣子看我們的 就是看著我們這樣子進來 然後都不歡迎 對很不歡迎 那我在想我們那個外景 就是一些人啊 應該都是明星 他們應該會很開心 看到明星來了對不對 可是他們並沒有 他們就是這樣子用瞪我們的 結果我們就進去之後 發現他的家齁 就是很陰暗 就是因為 那個是人家廢掉的那種 眷村老房子 可是幾乎是沒有人要住的 可是他們那一排可能就是 生活比較困苦的人去住的 然後一看來就是很黑暗 然後就是叫我們做 我也不敢做 因為整個家具什麼都是很髒 很髒很髒 然後是一個媽媽帶著兩個女兒 是單親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那現在你女兒是什麼狀況 他就說 你看他現在就這樣子啊 然後晚上的時候就說什麼 房間門口有一個女女的 站在那邊一直看他 一直看著一直看著 然後有時候會叫會哭啊 然後說不能呼吸啊 然後我就說是這樣喔 結果老師一到而已喔 那兩個女生 那兩個姐妹喔 就開始尖叫 然後就好像是 好像是變發作了 結果兩個一直發作 然後老師就趕快說趕快點箱 就把他們身上的東西 要清出來 那一開始在 一開始在點箱清出來的時候 老師的動作是這樣子 一直這樣子 好像在抽一個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 怎麼會是這個動作 然後外景主人就要問老師 老師你現在在幹嘛 喔他身上很多小蛇 很多小蛇 要清出來這樣子 喔喔這樣子喔 那清去哪裡 就是要把它拉出來 可是那時候說的也奇怪 你不要站在後面 你知道嗎 就覺得自己的腳很癢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你自己的腳很癢 不知道是不是聽到那個關係 後來老師的動作就變了 就變成說叫別人說 你相幫我拿著 可是他的手是這樣 他身上有一隻大隻的蟒蛇 很大 然後就是那些小蛇 就是他的小孩就對了 很大的蟒蛇 然後這個女生 他每被抽出來的時候 他就這樣 然後就很痛苦的 因為東西 把他身上抽出來的那種感覺 然後到了 那時候已經處理很久了 然後老師就說 這是幾張座啊 很多 太多了 然後 處理到老師說 休息一下 老師也累了 然後這個小女生 也快受不了了 因為這樣下去 然後表示他身上還有喔 然後老師就說 要出來了 結果 什麼東西又要出來了 要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說 可是這個時候 這個妹妹喔 他的力量是更大的 不像之前有小蛇的時候 可能坐好好 老師壓著他 他可以乖乖坐那裡 這時候他突然發作說 力量很大 我們是兩男兩女 就是趕快抓著他 我說老師 他現在是怎麼樣 他說喔 這個喔 就是在他們家 可是老師 都沒有聽到我們之前的對話喔 在他們家房間門口 吊死的一個女鬼 穿紅色衣服 然後他說這個女鬼 非常非常的兇 然後老師就那時候 就開始彈條件 他說 你趕快出來喔 你如果沒出來喔 我就會讓你魂飛魄散 然後那女的就說 我不要出來 我要等這個妝 他怎麼大人而已 我要去補 我要去找我 負他的男人 所有的負心漢 然後老師說 你是那個什麼時代的人 你怎麼會 負到這女孩子身上 那時候時代已經不同了 你要報仇的人 也已經離開了 他說 我沒有啦 我就是一定要找人報仇 然後一命換一命 他才要甘願 然後處理到非常非常的久 然後才跟他談好條件 就是老師 送他到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讓他重新做人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妹妹喔 就好像變成一個 天真無邪的 到旁邊去玩跳繩 然後就變得很活潑 那個妹妹是幾歲 才國小一、二年級 啊 這麼小啊 對 他要等這個大人 對 所以護身要護很久了 對 結果 可是事後 然後老師跟他們講說 你們這地方根本就不能住了 因為他們家齁 不僅是農曆七月喔 整個地上都爬滿了動物林也就算了 整個牆上都是爬滿了 就是整個家裡都空間都不夠用了 就整個都是鬼屋 那老師講的是不是 對 老師講的 說你們絕對不能住在這裡 一定要搬走 那沒錢搬 對 就是沒錢搬 因為他們家是五尾巷 前面又有公廟 農曆七月的時候 那些東西都放假 所以他們那個整個巷子 整個空間都是 事後更慘了 事後到他女兒已經 沒有辦法讀書了 又發作了 因為這種東西 很多都是暫時的 你一定要離開那個空間 而且他們說他們那個巷子 就是那種陰陽 就是七月的時候那種出入口 就是他們陰界可以到陽界來的出入口 所以那個空間其實 那個小孩有叫到嗎 沒有啊 就已經變得行為舉止 都沒辦法正常讀書 因為這種東西 你沒有辦法說 老是幫他處理 可是你後續 沒有錢搬 對 那是很多問題 所以還是 還是 有時候想想 是不是應該早一點送醫院 但是 我是覺得說 這個女生後來 她不是變得更嚴重了嗎 嗯 然後後來她媽媽 就跟我們製作單位講說 因為這個女鬼本來只是想說 附到她的身去害別人對不對 可是怎麼 我們會去找人家來 要對付她 所以她要讓她 就是讓她們家也過不下去 所以其實女鬼沒有走 對 那個老師也拿她沒辦法 她這個東西只能幫醫師 因為她給她的建議就是說 搬家 換環境 她沒辦法做到 我們先休息 正好 這太重要了 這太重要了 這不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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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有寫一個故事 是 幫你跟一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子處理後事 是 但是你如果突變 這個女生已經18年沒有入住了 18年了 對 那你要處理的時候 都發生很奇怪的事情 不是 因為那個 那個案件真的 很奇怪 那個案件是我 那一天剛好 聯義員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剛好在 某個墓園 我剛好在某個墓園 他說 東瓜有個案子 需要你幫忙 我沒關係 你處理好事 等我三天再去處理 我回來了 了解一下 那去我 我們當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我知道他是很棘手 因為 他媽媽那時候還是不願意下帳 因為這錢的問題 然後他又沒有錢 那我們就幫他 就一直開導他 然後一直幫他申請一些東西 因為他逛在那個殯儀館的費用 就有 在基隆市殯儀的18年 就400多萬的冷藏費用 那時候我們真的也沒辦法 那時候我們真的也沒辦法 那時候剛好是聯義員 去奔波 然後去幫他協調 然後又 成立一個什麼 募款基金 然後就是 募款給那個他 募款給他爸爸跟媽媽 欸 他才同意耶 這麼薄筆 好 那薄筆以後我們就去基隆了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他 只是他冰很久 冰十幾年 那我也不在意 然後就去 然後就去到現場的時候 因為就是說 如果說要真的把他 都答應人家 要扮成正式的 那薄筆也要去 因為他那神主排位 如果有資訊 看他神主排位 全部都是黑色的 十幾年 神主排位去做 一直彎下去 對 都彎的 那如果說我們要重新 把他弄回來 甚至要幫他重新 再換一個排位 第一個排位 然後九十五招分 那還看 都看沒有了啦 完全都看沒有 看沒有他的名字 然後我就去問他爸爸 他爸爸又是那種老農民 他說 我在問他 他會給我回答 我說 我們小姐 叫什麼名字 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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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靠一下 什麼舒服的 那農民就說 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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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討厭的在那邊 桃園的 我想說 舒服的就跟我同年級 我也是舒服嘛 差不多 我說 幾年幾月 我說要問幾年幾月 我方便 然後寫那個招呼 派位這樣 他說 我忘記了 是 中秋節啊 的 隔一天 中秋節的隔一天 啊 中秋節的隔一天 舒服的 只有我那個年級 只有整一天 跟我的生日是同一天 哎呦 我心裡開始花忙 我心裡開始花忙 啊 啊 整個人開始 你天不怕地不怕 不是 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還想問我 還沒拍照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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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這樣寫 你幹嘛這樣寫 你是舒服的 舒服的 舒服的 中秋節 中秋節隔一天 都不會做 對吧 然後就問 然後就 我就想說 是不是 我是一年次 幾月幾下 說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說 他跟我同年 同一同日生 我只要婚禮 我整個那種 那種 就回到慘了 這度 處理了十八年 我沒有處理好 十八年來 都沒有人處理 也沒有人 可是你很年輕 就過世了 因為他是 對 他是為了 車禍案件 因為他被他男朋友在 結果他男朋友 有收到禮陪 然後他沒有 趙事者沒有陪他 因為他不是 他在打 對 所以他 那個 怨未了 所以說 因為我 因為我 他家人沒有帶 都沒有帶 為什麼 因為要帶的時候 可能是 之前都有官司 殘身嘛 然後 然後 到了一段時間時候 要幫他告別事 他人家發生火災 要給他辦 告別事 就發生火災 火災 所以沒有沒有辦 對 這火災奇奇怪的事情很多 就沒有辦 就嚴格了三次 單擱了三次 所以說 要辦三次都家裡出事 對 所以說我們都幫他 把那個都弄好了以後 然後我們也得到一些 那個募款 三百多萬的募款 給他們加持 那商場會都是我自己出來 都講好了 那天就順利 就問到那個就說 阿哪 要多好 所以說我十幾年來 那個小姐的名字 我都還記得她 姓蘇 不是 姓楊 蘇虎 姓楊 蘇了 姓楊 楊秀 下面的名字就保留 所以說 我辦那麼多過 那麼多的 比如說貧困的也好 阿多好 對 她的姓蘇 姓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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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這十幾年來我永遠都記得她的名字 就很多巧合 對 那可是就明明之中 我幫她辦完 那時候 講真的啦 東瓜真的還是無名小組 我真的是默默一直在做 我剛才騎上去做事就對了 不用說那次 你聽我說 因為 綜合後 我們說真的 無台無錢 就很順利 就一直很順利 你的事業就變成順利 對 然後呢 就更好笑就是說 那時候 台北地方法院 跟台北市民地方法院 因為 為了搶屍體的問題 戰役屍體的問題 他有發包公開招標 都被我標到 無言無誤被我標到 我也不是可以去標 可是無言無誤被我標到 那結果這個案件就沒成 因為其實經費有限 所以說 市民地檢署也沒有執行 那台北地檢署也沒有執行 你雖然標到 可是沒有執行 沒有執行 對 可是呢 就莫名其妙 就無言十九又落在我身上 那個責任又落在我身上 就很莫名其妙 就變成殯葬處的那個 指定的廠商 配合廠商 對 這樣一路就這樣順過來 所以說 我每年如果有樸杜有怎樣 我都會幫他 個別寫上他的名字 就是說 講真的 18年來 不簡單 殯18年 要把他處理後事 真不簡單 哪要 他還要 你知道 天下就那麼虛 就有一個同年同業 同日生的人 等你等了18年 嗯 真的 好神奇 對 他也有幫你保備 對 他也真的是有保備 因為我們人 18年沒下葬是不好 一定是不好 我剛才聽我說 他們大人完全都不好 他把他種了 他們老婆也嫁嫁了 他們老婆也嫁嫁了 兩個人都嫁嫁了 有什麼東西給你 什麼東西 錢 他就那錢 對啊 他就那錢 他就那三百幾萬 我們房間沒有那三百幾萬 我房間沒有那三百幾萬 就有一些 立立高高的事情出來了 你也變成這樣 你也變成這樣 卡到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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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阿門的 阿門 要來理財的人就變成了 對 因為那天 因為我們主堂加倍的運動前 莫名其妙 因為那天我是選擇的是 我記得應該是母親節那一天 我爸選擇是母親節那一天 我沒記錯的話 我便當出來欠我一筆錢 還沒還我 好 所以你今天來這裡是偷笑 我記得是 我記得是 因為那時候 馬雲九有答應說 那個 他當市長 他有答應說 那一筆 那個 那個什麼 那種 你抱兄 你抱弟 我說 蛤 怎麼跑車那麼多人都不認識的 我說 請問你是誰 因為我是姊姊 我是姊姊 我是表哥 不可以 我跟紀元說紀元就對了 他不是都跟爸爸媽媽而已 對啊 找到那裡找人 找什麼 他們大兄弟 他們的親節 沒有人 你死後親節一大堆 莫名其妙 找到那些人來 所以我們也不管啦 你要 至少告別事也熱鬧嘛 對 對 沒錯 好正向 對 沒錯 真的 我們真的 真的沒錯 反正你們來 就是要送到最後一層 我們都OK 我們就不介意 如果我們在奔波過程當中 我是 確實是 講真的他來排位 所以我捧 他來排位 沒有人 不是先生的姐姐都有包胸 都沒有人 為什麼那時候他跑出來 這個是做的出來 這時候還是我們自己去用 我們自己去用 我們鑊的 你知道 就像這樣找人 我們那邊找人 我們也不去管 這個是他們家引導的 就是說 有時候你說這種東西有沒有 沒有,我常常跟我們提起說 沒有,你都說沒有,你都不信 我不能一直講說 我如果說,站出來說 我每天都喝醉了,我每天都喝醉了 你們兩個在做殯葬夜 對嘛,所以我都要堅持我自己說 沒有,我都沒看到 等一下,你沒有講完 他的爸爸媽媽怎麼死的 都生命死了,過沒多久就死了 我們先休息前往後 好,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其實有時候就心存散念啦 也是會有好的感應 你讓我再問一下 就是說,當然有鬼或沒鬼 每個人不一定相信 那我知道,醫院的人 醫護人員至少知道這個人快走了沒吧 會有感覺 聽說,如果他的腳是冰冷的 大概就是差不多了 嗯,其實我覺得這個要看狀況 看他現在身上是裝什麼 有沒有裝機器 如果是裝機器 我們看機器就大概知道快走了 對,因為他會指數出來 可是我們還是會去搶救嘛 那如果說說在病房 像我以前在病房裡面有照顧過病人的 我曾經就遇過一個就是那種 怎麼講 你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的那個快要走了 對 真的 怎麼意思 說不上來 我真的說不上來 真的 因為我 我最愛那個老婆要走的那一天 因為他今天出院才三天 然後離開夜夜是第四天 第三天的時候 他們的護理長 一早就跟我講 大哥大哥 大早 狀況有一點不一樣 嗯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 幫他洗個澡 然後幫他洗個頭 然後說有這麼嚴重嗎 因為我之前我知道他跟我講這個 他說真的 真的要洗澡 幫他洗澡洗頭洗一洗 因為他的心跳跟血壓都蠻正常的 可是那護理長跟我跑過來跟我 找一找我 那老鳥 對 他跟我講說 大哥 大哥 我現在看到大早的狀況好像不是很好 我們是幫他 洗洗 不過人已經那麼虛弱了 對 沒有我老婆 我們可以感受的 我老婆坐著 我老婆是躺 這個喔 他沒有辦法躺 他都是 他因為是會嘛 會不 他是這樣子 他是已經去上班的時候 看到我老婆 他就去看他的 就說 呼吸已經開始不協調 嗯 數據啦 他的呼吸已經 他的呼 跟吸 他肚子那種 他覺得 不對了 差不多了 嗯 可是他人那麼不舒服 你要幫他洗洗澡洗頭 他不是更折騰 沒有 所以說他們的 不是不是不是 喔 我感覺他們 他們的按鈴病床真的很厲害 他們 就是他們現在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現在 的護理人員那麼裝備 比我們都更極限 嗯 他洗澡 有水床 對 水床馬上一進來 就是一次來就八個護士 一次進來就八個護士 全部都把你弄好 衣服脫好 然後在水床上 輕輕的慢慢的 也有熱水喔 嗯 調到溫度很好 然後一直問 慰問家那個病患說 這樣好嗎 楊小姐這樣可以嗎 然後就一直跟他聊天喔 這樣舒服嗎 從幫他洗澡到洗澡澡 穿好衣服 沒有超過二十分鐘 可是 我知道我老婆 舒服 很舒服 對 你怎麼做得很舒服 他真的 那個臉 他還能講話嗎 他沒辦法講 有辦法講話 就是說 他的講話方式是 呢喃式的講話 就是說 我會問他說 媽媽 我幫你按摩好不好 他那一種 因為他已經 藥劑打架已經很重了 怕會痛 我媽媽我幫你按摩好不好 好 他還會回答你 很小時候 對 好 他都會跟小孩子一樣 那一種 好 我就一直幫他按摩 按摩 按摩到差不多一個多小時以後 說媽媽 你今天做這樣子 我一天很累 你要不要躺一下 那我幫你按腳 這樣好不好 好 他意思都很清楚 那你看到他這樣 可能那是最後一別 然後到那天半夜的時候 因為 那個副理長就跟我講 我幫你先回去睡覺 今天晚上可能會有問題 那 晚上可能會有問題 那你先回去睡覺 那家裡 你怎麼會睡得著 對 他說你家裡的東西 該準備的準備 因為我要結回家 我跟他講說我要結回家 那他我在整理房間的時候 他說應該是 三點多四點 三點多 下午半夜三點多 那馬爵的副理 副理長在打電話的時候 大哥 大嫂要結回家 他說好我知道 那我就救護車就趕快拍 因為我自己有救護車 那我就拍我們電工車 救護車趕快趕過去 接回來多久他走 接回來做一切都安排好 到了中午十一點十五分 你接回來差不多四點 差不多七八點 那因為他都是靠大頭腰器 在吸 他回來完全是很靜靜的 就在我的床上 意識清醒嗎 沒有清醒 已經不清醒 對 那我就是一直在摸他的手 我要他解釋 我一直在他身旁 我不讓他說他旁邊都沒有人 那我一直摸摸 一直在牽他的手 然後他說他要走的時候 他眼睛睜開 還會睜開 然後就 眼淚就流下來 眼淚啊 對 然後眼睛流閉下來 唉唷 他還會流眼淚 那很安詳 他應該是很幸福的 那他眼睛流閃 他是幸福的啦 因為他很幸福 他們的那個護士想 因為我有去 護士會來家裡 有有有有 我有請特別護士在家裡 然後大早走了 對啊 會看得到 怎麼會哭成這樣 那時候你也知道嗎 你也感覺得到嗎 我在拍戲 然後 到了 我真的要拍完 剩一兩場的時候 他說這事是真的不行 趕快回來 我就也是坐高鐵 我去看他 他也是 已經明明昏迷兩天 可是就在最後那一剎那 他真的張開眼睛看我 對 然後又閉下來 對 然後就 有看一眼就對了 對 我老不好意思 對啊 像我們講那個小朋友去 他看到他兒子 就走 其實他們說 應該是會來不及 因為根據我們算的速度 是來不及 可是他還是感到 然後他看到他就 真的就 對啊 就是一定要看 其實他們都會知道自己要走 所以說 真的好特別喔 有時候說 你說怎麼去說 這個東西 就沒有辦法解釋 對 沒辦法解釋 我是剛才一直聽到 有音樂的聲音 對啊 真的 你們有聽到音樂的聲音 我們也是聽到嗎 這是什麼聲音你知道嗎 什麼 大家都有聽到 都有聽到 就是那種 那種遊樂場 對啊 遊樂場那種聲音 你有沒有聽到 我真的有彎機喔 有 對 對啊 你快 你快 怎麼那有聽到聲音 就那種 有那種聲音 有那種 有那種聲音 人們必會彈棺材看棺材 從古至今 棺材有什麼傳說複製 中午到中午晚上十一點 請收看新聞娃娃娃